希望大家能够种族和谐,互相尊重个别的宗教 从我开始,我必须要自己的每一次宗教节目时候 要了解他们宗教的方式,也一起去互相的包容 所以我在家里有一个教导孩子 在马来西亚一个四大宗族,个别宗族的国家 所以我教导孩子,当你遇到什么宗教节目后 要互相的体谅他们,说话方面大声啊 或是我们宗教有一些敏感度 但是在品质学商之下,了解之下 希望共同创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